大家好 歡迎收看KK Channel的Hi-Fi友節目 今集我們主要會講講國內的線材品牌 Excel Express 香港獨有Deluxe Edition 究竟跟它正常的版本有什麼分別呢 Deluxe Edition 其實是港澳台三地獨家的一個版本 在外國賣 甚至在淘寶 內地賣的Excel Express 其實就不是Deluxe Edition 很多師兄會有一個疑問 究竟其實有什麼分別呢 今集我們就除了簡單介紹一下 Excel Express的線材公司的一些背景之外 也都主力去講一講究竟 這個Deluxe Edition的不同 帶來那條線的效果的升級是什麼呢 其實Excel Express本身的母公司 就是國內信氏的一個線材品牌 畫面上大家看到的就是信氏的兩條保險絲 Fuse 一條就是它的Silver Fuse 另外一條是Gold Fuse 那這兩條Fuse其實小弟都有代理去賣的 就是說小弟其實也是國內信氏的代理 另外觀眾就會有一個疑問 信氏這個品牌 Kinder你只是拿它兩條Fuse來賣 那你又做了它的紙品牌 那為什麼不賣信氏母公司的線材呢 那其實原因呢 暫時來說呢 我覺得這個時機呢 是有待將來再去等待的 而Excel Express這個品牌呢 既然是信氏的紙品牌 那究竟它發揮的作用是什麼呢 就是說它是以一個較為經濟 靚仔漂亮的造線的手工呢 去贏取師兄們的信任 Excel Express的線材 那你見到呢 它有一個三個型的裝飾物 我們叫做absorting ring 那是有作用的 但是這個稍後再講 那當然聲音方面呢 亦都是非常之優美 是的 如果大家呢 是有留意King Kid Studio這個品牌的話呢 其實你就會留意到呢 它官方網站呢 有線材賣的 而線材的樣子呢 就跟剛才我們見到Excel Express的線材呢 那樣子呢 是幾乎一樣的 其實呢 King Kid Studio的推出的線材呢 它都有一個叫做earth系列的 那正正呢 就是Excel Express的earth系列 是一模一樣的 外國呢 是會以King Kid Studio 這個品牌名稱呢 去推出這個earth系列的線材 那其實呢 製造商呢 亦都是Excel Express的 那換句話來講呢 其實呢 Excel Express的普通版的earth系列 和King Kid Studio的earth系列的線材呢 其實 你可以看成為同一樣東西來的 那剛才呢 都提過了 Excel Express呢 現在呢 它是有一個叫做earth系列 那我們中文叫做土系列 那它接下來呢 其實它喜歡用五行 金木水火土 你代表著不同的線材 那暫時來說呢 Excel Express呢 就會有earth系列 有frame系列 frame系列就是火系列 那大家可以怎樣識別到這兩個系列呢 其實很簡單 你會見到 earth系列的線材呢 它的三個型的absorting ring呢 是一個橙色工整的三個型來的 而frame系列呢 它是一個金色 是有曲線的三個型來的 那這兩個呢 就很清晰分辨到呢 究竟是甚麼系列呢 那好啦 我們現在呢 就講到呢 究竟 Excel Express 這一間公司的線材 它擁有甚麼獨特的技術 令到大家需要 投意一個信心的一票去支持它呢 以下的內容呢 其實也都是關乎到 之後再講的 Deluxe Edition 究竟 是有甚麼不同的呢 那首先呢 Excel Express的線材呢 是經過它的三重冷凍技術的 冷凍技術呢 亦都是拿了國家專利的 那即使用來講呢 它的技術呢 它有一個獨特的技術 它才可以做到這件事 那它有三重冷凍的技術呢 其實會令到冷凍的效果 更加純 因為如果是冷凍 我們一般來說 如果是冷凍得不好的話呢 就會有一個乾煎薄聲音出現的 但是如果是冷凍得好 經過三重的冷凍 或者是一個成熟的冷凍技術的話呢 它出來的聲音是純厚了 純厚潤滑了 那這一個呢 就是Excel Express的線材 之所以是 倒銀 但是沒有倒銀的聲底 另外一件事呢 不可以不提的 就是它有一個absorting ring 這個absorting ring 其實就是大家看到的三角形 Earth系列的橙色三角形 Fam系列的金色三角形 那據廠方說呢 這個absorting ring 其實它不是一個純金屬 它裡面是混合了一些物料的 而不同的formula 就會做出不同absorting ring 的不同的層次 就是不同的級別 那當然級別越高 它混合的東西相對地 那個formula越複雜 相對地它的成本是會增加的 那所以呢 absorting ring 就會成為了這條線 幾重要的成本之一 那第三件事呢 就是什麼呢 工藝做得十分之好的 OCC silver-plated的導體 它這個OCC silver-plated 其實呢 其實就是比正常的厚度厚 兼且呢 據廠方的解釋呢 就是說 除了導銀層要厚之外 導銀層和本身的銅線的銅的表面 如果是導層越緊貼的話呢 導銀的負面效果就會越少 甚至是沒有 那麼它呢 就是將導銀線的成本 擺了下去 它這個導銀層 雖然它是厚 但是除了厚是沒有用的 是要導銀層和銅 本身有多緊貼 它就著眼了在這裡 所以呢 線雖然是導銀線 但是聽出來的聲音是順滑溫亂的聲底 那麼也都是廠方說 這件事是佔了一個很重的比例 而這件事要做到呢 其實就不難的 但是成本就很重 那麼所以呢 Excel Express的線材呢 你會發覺呢 當你買1.2米和1.8米 或者是普通版的 1米和1米半呢 它的價錢是可以明顯相差一節 好了 既然我們已經了解了 Excel Express 三個主要 當然它有其他很多的技術 其實要講呢 講三十分鐘都講不完 但是我們基本上三重冷凍技術 Absorting Ring 技術 以及這個OCC SILVER PLATED的優質的 SILVER PLATED的線深的技術 那麼我們呢 現在就要講一講了 究竟香港賣的 或者台灣賣的DELUX EDITION 和原先的普通版有什麼分別呢 首先 DELUX EDITION 它的電源線 RCA線 或者XLR線 是有獨家的長度 就是1.2米起 那麼下一個長度就是1.8米 據我們大家玩開音響的師兄都知道了 其實信號線 電源線 1.8米 這個約摸的長度 就是為之最理想的長度 在這個線材的類別裡面 但是呢 原裝呢 一是就米半 一是就兩米 那麼它又可能是長的 又可能短的 那麼所以呢 我們電源線呢 只有一個標準規格 就是1.8米 再長的話呢 就當然可以訂造的 那麼但是呢 我們的標準長度就是1.8米 那麼而RCA或者XLR呢 就是1.2米 或者1.8米兩個長度了 另外一樣東西 就是Deluxe Edition的absorting ring 大家可以見到 在表面上 那個absorting ring的外觀 和普通版是沒有分別的 但是實際上呢 我們的Deluxe Edition 是在這個absorting ring裡面 以較高的成本 提升了這個absorting ring的效能 absorting ring的作用呢 本身就是用來 去吸收10萬週以上的雜訊 而吸收到的雜訊效率越高 對於條線的表現發揮就越好 所以Excel Express的Deluxe Edition 聲音比起它的普通版 是更加寧靜 更加有動態 和更加純滑的 最後我們怎樣去分辨 Deluxe Edition 還是普通版呢 其實就要看回每條線的 獨立的seal number 即是序號 所有Excel Express Deluxe Edition的線材 它都會有獨立的序號 譬如好像Earth系列 它的序號就是在absorting ring的背面 你就會見到它的序號 而Deluxe Edition 就是前面會加有DE兩個字 後面才是序號的 而Frame系列呢 其實它本身 absorting ring 後面呢 就是沒有這個序號的 廠方就會將這個序號 用雷射的技術呢 就雕刻了在插頭那裡 你會找到插頭 它會有序號 而那個序號之前呢 就是有DE兩個字 就是以作為這個 Frame系列 Deluxe Edition的色別 那當然啦 在香港買的Deluxe Edition 除了是以上三樣東西之外呢 我們還會經過 煲線機去幫它 做一個充闊頻寬的一個程序 令到它條線的頻寬呢 可以進一步提升的 剛才綜合了Deluxe Edition的特點 第一 獨家的長度 升級了獨家的absorting ring 特別的序號 以作色別 和香港賣的Excel Express 是經過煲線機去升級 綜合這四個的因素 到最後呢 普通版和Deluxe Edition的 Excel Express的線材 就真的確實在效果上面 是有一個挺大的分別 包括背景的寧靜度 動態 那個細節 這些都會在兩者之間 是明顯分辨到的 至於售價方面 Deluxe Edition 是比這個普通版貴一點 但是如果深水清的師兄 就會發覺 譬如電源線 Excel Express的普通版 1.5米 是便宜過我們Deluxe Edition的 但是我們是1.8米 但是我們1.8米 就跟2米的水平 售價是差不多的 所以其實我們在線材 因為長了的關係 就是需要成本增加了 另外就是說 因為那個Apsorting Ring 也是條線的主要成本 我們升級了Apsorting Ring 而導致成本大幅增加了 也都令到我們在Deluxe Edition的定價 稍為提升少許的 但是我相信買得Deluxe Edition的師兄 其實是要追求高性價比 在追求高性價比的同時 其實隱含著 師兄們對於聲音是有要求的 但是如果告訴你 可能只是比貴幾個% 但是整件事是升級了的音效的話 我相信大部分的師兄都樂意接受 經過小弟的這條短短的短片 講解完之後 如果大家對於Apsorting Express 的線材的Deluxe Edition 有任何的疑問 歡迎隨時WhatsApp這個號碼 我們之後會有更多的分享 是分享Apsorting Express 不同的線材的聲音 今天我們去到這裡 再見